休假员警眼尖成功地逮到了通气犯 在花莲原名成姓男子 因为走私大麻遭到判刑八年 25号晚间 一名休假员警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眼尖发现通气犯 一路跟肩到夜店 呼叫支援逮人 但是离谱的是 男子遭逮隔天 竟然出现了大批的黑衣人 嚣张地包围警分局 不但围停 还企图要冲进警察局 阻挡一送 眼见中暗通气犯 上夜店光顾 休假员警赶紧呼叫 致援警力 一眼试破夜店老板通风报信 警方指导黄龙 追到厕所逮人 不敌优势警力 高举双手 狼狈落网 会被逮 全一位眼尖的两名休假员警 在花莲市区吃饭时 认出人来 先不动声色 偷听兑换内楼 掌握行踪 一路跟肩 成功逮人 休假同人 然后在餐厅聚餐 发现这个通缉犯的行踪 随即然后来 请派出所 优势警力 然后一度尾水 到夜店然后来查获 警方大征仗 因为这名诚信通缉犯 前科累累 不但走私大麻 照判刑八年 还涉犯伤害 妨害秩序的案件 必须审理 夸张事若往隔天 近来有黑衣人 包围分局 多辆名车 不停在马路旁 也有人在冷心道上 甚至企图冲击分局 阻挡警车 自以为猖狂 但却被警方 搜则就败 毕竟公权力 可不容如此挑战 接着 产阶华林报导